我知道很多姐妹很喜欢茉莉花、枝子花、晚香芋的香味 而且这些香水菜也特别多 就拿过去来说 它前前后出了有五支类似的香水 但你仔细去闻它又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就来详细的拆解一下 这五支香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来给姐妹们一个参考 我们先来说花月绽放的这支浓香 它刚吞出来的感受的是清新微甜的绿意感枝子花 你会感受到那种一丝丝的凉风吹过来 体会到其中是很清雅的枝子花、晚香芋的香气 整个感觉它是很温润而儒雅的 很适合日常同情来穿的一支香水 流香时间在6-8个小时 这支是花月轻易淡香水 它刚喷出来的感受就是很清新酸甜的茉莉花 然后你会闻到很清薄的晚香芋 整个香气就会显得特别的干净和清透 相比这支浓香它的淡香会来的更加年轻一些 这支是Kuchi的绿意 它喷出来的感受就是绿意感十足的茉莉花 森林里面这个植物气息的感觉非常的浓郁 整个香气感觉也是特别的清新淡洋 很适合夏天 Kuchi的花月富裔 这支刚喷出来感受是很浓郁的绿感茉莉花瓣 会让你感受到是在蜜林里面的那种即时感 紧接着你会闻到富裕芳芳的晚香芋 慢慢地在森林里面打开 蜜是这几支香水里面最浓郁的 也是最有绿润味的一块 香气会显得比较成熟一些 这支是奇梦枝子花 刚喷出来就是非常清新酸甜的果粒 然后慢慢散发出来枝子花 香气是非常的活活跳跃 少女感十足的枝子花 在这五支香水里面花月绽放会更加适合日常通勤来穿 最有女人味的是这支花月褥 清新绿衣感十足的是花月绿衣 想要活泼宽快的感觉那就是奇梦枝子花 香气的感觉最显年轻的是花月庆宁 所以这五支香水你会选的吗 评论去告诉我吧 拜拜